周润发的女儿出嫁了 嫁给了徒弟于文乐 作为父亲 他接受不了寒心如苦养蛋的女儿 就这样嫁人了 于是患上了女儿出嫁焦虑症 情绪不能平复 躲在房间里 记不参加婚礼 好友张家辉刚从沙漠学会了神奇催眠大法 便用此招催眠了周润发 让他以为 出嫁的是自己的五花肉表妹 借此恢复情绪 就在他出席婚礼期间 刘德华人形炸弹 带着两个网红闯入现场 定义被暴露发散 周润发在爆炸中受了重伤 女儿女婿也昏迷不醒 此时国际刑警来到医院 周润发和张家辉被捕入狱 罪名是私吞赃款 在监狱中 张家辉苦练如来神掌 唤醒了昏迷十天的周润发 此时的周润发已经神志不清 二人在监狱中大摆排局 并靠魔术手迎走了所有人的香烟 正在所有人沉浸在欢乐的时候 一支神秘武装部队攻入监狱 试图杀死周润发 刘德华带领姑姑李雨春 从天而降 拯救了周润发和张家辉 一行人多到新加坡 此时周润发在多重重创下 神志已经完全不清 并幻想自己是张无忌 并把所有人幻想成武林高手 闹出了很多笑话 走私军火商张学友 深爱刘嘉玲多年 不能接受刘嘉玲爱着周润发 甚至还为了他而死 于是建立了实验室 保存刘嘉玲的身体 并发誓杀死周润发 为刘嘉玲报仇 张学友一路追杀周润发 至新加坡 但是在乒乓球决赛中 不幸战败 有高进假扮的周润发 突然出现 让张学友知难而退 他留下战书 邀约周润发去小岛上 参加慈善赌局 实则鸿门宴 赌神周润发带着 对刘嘉玲的思念和愧疚 欣然赴约 在赌局中大获全胜 刘德华张家辉 李宇春等人 在调查中发现 张学友的秘密 原来张学友假借赌神身份 实则与恐怖分子 有军火交易 而小岛也是他 私藏军火的秘密基地 真的周润发 被张学友拘禁到了实验室 就在他准备运用电机 杀死周润发的时候 破坏了电力系统 刘嘉玲突然复活 反杀张学友救了周润发 但随后刘嘉玲也撒手人寰 张学友咽了气 留下失魂落魄的周润发